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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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 开始 英知名地政府 判了一个禁令 就是把 香港 中国 所出版的 53家书店 全部都被 禁止 发售 跟流通 包括收藏 这个禁令一发布 以后呢 我们书院就面对了一个 非常 大的困境 那么这个困境呢 是造成了市面上的书本 就是越来越少 进口来源都切断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是一个学徒嘛 而且当时的书也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打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感觉到书的来源 跟它的本身的进口 不容易得到了 所以我就觉得书本的重要性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收集了很多 他从这个国家图书馆 2005年 这个李冠杰图书馆 大厦落成了以后呢 当时呢 有几位图书馆的高级馆员 而且他们也对热瓦文也是非常熟悉 所以当时他们就来游说我 希望我能够把我自己收藏的 这个教科书啦 儿童故事书啦 这些书兼给国家图书馆 我那个时候年纪已经有数了 我也想说把这些东西 交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图书馆去管理 让他们来保存这些东西的存在 这些呢都是我想的 后来呢跟这个馆员戒谈了以后呢 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的看法 就把我的长寿全部监给这个馆 最特别的事应该是我的收藏的早期 华文教科书 在中国一九二多年的时候呢 就拥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新加坡也陆陆细细的采用 尤其是中华 商务 世界 上海 南洋书记 这些书的作用呢是 也就只有在东南亚的国家 尤其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跟波罗州之类的地方用的比较多 应该是新加坡才拥有这些东西 因为片子的也根据新加坡的片物 来作为他们创写的内容跟地方 除了这一点以外呢 还有世界儿童 世界少年 南洋儿童 小朋友 这些呢也是非常稀少的东西 只有东南亚国家里面 新加坡拥有最多的 而且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已经数据化了 学者 研究员 一些各国的人 都可以到这边来借这类的书 这些是我最感谢到非常感觉到 很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要找的一本都非常困难的 我的见证是不易得来的东西 所以呢 让其他乘船 这是我的理想